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有Niveny幫我們做模特兒 講一下為甚麼可以令到你的腳更強烈 因為天生包圍當然會令它更強烈 兩組肌肉都是跟我們的更強烈很有關係 一個在屁股裏面 叫領藏肌 另一個在領域的內側 叫做亂三四層 我才會講了QF的掃除方法 我們整個有 своей生命渡過 車子也會更有機會 我們上次的鑰匙 開箱接着鑰匙 只要開箱接着鑰匙 換一隻鑰匙 開箱分開鑰匙 開箱接着鑰匙 剷除所以呢 他們有一個婚約的鑰匙 細節奏 第一個就是火箭轉上來 我們這樣叫做檢查的location 就是這個孤溫的外宣 那另一個呢 都知道你擺放的地方都是這樣 但是在打倒的窩來講 就叫做搬關的水平外宣 孤溫為這樣的情況就接及了兩種控制之用 我們之前講過 我們如果想搬關鍵外宣的腹部比較大 用來做選擇 就是把那邊的腹部放上來 之後再放下 這邊也有20個左右的外宣的角度 我們上下這塊肌肉就可以用一個肩頭膜 對著它對臉的肩頭 再放上去 然後床上要保持著腿的腿一直在腿上去 直至上腿如果開始腿就做了 一不就做到這裡有一個肩膜的動作 其實應該很暫中會先到腿裏面有一個生肌的動作 如果沒有人幫忙做 怎樣做的話 怎樣做呢 剛才我們轉向外 手拉住膝蓋 另一隻手拉住膝蓋 另一隻手拉住膝蓋 看下的時候 我們要怎樣開始轉向外面 手拉住膝蓋 接著就向自己的膝蓋 對面的膝蓋拉過去 直到膝蓋拉 膝蓋就OK了 如果感受到膝蓋 直到膝蓋就OK 接著就慢慢放回我們 現在有些人 他們那邊可能會緊 拉上去的時候 有些人的腳很緊緻 但是代表你那個不太緊緻 我們就不要拉到膝蓋 這樣就好 我們就開始了一隻手拉住膝蓋 我們就去搭配一個選擇 我們可以拉到膝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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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